今天穿这个红 别废话了 今天吃啥 冻屎了 看着哭哭如眼 不知道今天吃编店 那还不赶紧走 没劝 你要是有八千个小星 你再走 这还不简单 久违的便利店来了 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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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我的红色每次回来了 我的妈今天吃的也太丰盛了 太多重也只有一口的份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你们手机里 发怒的表情抱态 发出来让我发泄一下 先吃这个红色小甜点 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只能吃草莓 今天吃的是红色 行了 再来这个红色大饭团 这也不是红色呀 万一那一下是红色吗 我还问你 猪肉活总是红色了吧 更红更红 我真是谢谢你啊 挺好奇这轻轻飘虫里装的是啥 怎么这么高级 它还有这么多小宝宝呢 这好像也不太红吧 那就让拿了 我还敢给你 看我多自觉吧 猪肉岁里面这么多 就像吃完一样 只要一口不好下嘴呀 哎呀可不就一口吗 这个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哇塞这么好看的蓝 我可别吃了 啊又不好 那还不赶紧拿来 双杯辣火箭面够红吧 够红够红够红 这还没吃呢 我咋就流口水了 太辣了 有那么辣吗 继续这个红茶解辣 几口了 哇塞今天吃这么丰盛 别高兴太早 一顿只吃一口各种红色海鲜 你要是一口吃完 可就是我的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可是人称会大姐 别收拾了 吃吃吃 我不得先让他们 叫着手机里 红色海鲜表情包吗 那我就先来一个 红色北极背吧 蘸点这小蘸料 直接一口的事 嗯 哇 脆脆的口感也太好吃了 姐妹们 咱们再来吃一个小青龙 把肉给扒出来 鱼恐美 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这些海鲜不得老贵的 鱼我来了 嗯 三文鱼还是大口吃得过远 哇塞红色贝壳 不仅长得好看 这肉也很鲜亮 肉质太筋道了吧 这么大个的红墨虾 红墨虾的虾脑可是精华呀 姐妹 虾脑加上剥好的虾肉 一口秒 嗯 虾脑弹丝火 那这个西陵鱼籽 你们吃过吗 哇 这个鱼籽的颗粒感 加上鱼肉的绵密 好吃好吃 我尝尝 这个是软壳馅 可以带壳吃 必须一口秒 嗯 这菜太爆肩了吧 金枪鱼来了 姐妹们 嗯 这个大面包馅可以啊 我帮你吃我开 我还可以吃呢 我准备好了 今天吃啥 今天没你 可以滚边去 好久没有重新粉丝了 看看粉丝们想看我吃啥吧 惠子姐姐 你可以挑战吃一天 红色的表情包吗 这个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的也不简单的 你要是挑战成功 我就让看你视频的人 教住手机里 红色发怒的表情包 看来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这主要是找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 你们发的红色表情包啊 咦 这有一个 不光是口红拿吃呀 当当 不费我的吹灰之力 草莓果酱夹心 酸酸甜甜浓浓香香 多希望这个辣椒是个模型 还真是有的是个辣椒 嘴里只流汗水 来忙我哄 其实是糖 一股牙膏味 早上是尝面了 酸甜啊 除了苦啊 中午我这个提前就找到了 好 直接把这儿 把你的生气表情包都给你们整来 把生气和烦恼都吃掉 这样每天就能开开心心的了 这个还原度真高 就是一个不光瘾 剩下只能缩缩头了 超级疯疯的奇怪 可以可以谈谈 这个西瓜水还掉了呢 晚上这个找是找到了 这个中 怎么吃啊 勇敢会子不怕困难的 找到了巧克力 这个就已经是感了 这个草莓好饱满可爱 拒绝两口秒 沉肿 干杯干杯 这一杯下动 感觉我都眩晕了 呃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我跟胖西 路过那个川剧表演 结果太晚他关门了 正好我就在偶然间记录下来 他有点小遗憾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用不一样的方式 陪他看一场演出 我已经跟他约好下午两点到场 我先提前去准备一下 那个小姐姐就是我今天想给我姐妹一个惊喜 因为她特别喜欢这个川剧表演嘛 然后能不能给我一个上台表演的机会 你要演吗 你学过吗 没有 那你咋演 我可以学 然后什么角色都可以 学是可以学 但是我们每天有一百多的观众 我们要对观众 如果你演的 嗯 要不这样吧 给你五分钟的那个上台表演的时间 完成一个你的小心愿 给你的姐妹的一个 行行好好 谢谢 谢谢 先化妆 行行好好 谢谢啊 成功了 我要先来卸个妆 秒对五美大侠 卸妆也要卸了 我真很认真的在被化妆 从没见过我这种如此笨的人 头还像个波浪鼓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谁有我的头大 原来我偷了长这样 这也太好看了吧 他已经到了 我跟他说路上还在打 好行 放这里 请不吝点赞 发现他又一毛了 看我的一波操作 别看了 两百块还是许个愿望 许个愿望 啥愿望 是吃好吃的 这不简单 走 姐妹特种兵旅游之极限 24小时吃遍成功 怎么可以吃酷酷的麻辣兔头吃了 宽窄巷子的冰脆皮麻酱炒酸奶吃了 十里飘香的爆辣牛油火锅吃了 无限续微的成都毒桶奶茶吃了 入口即化的酸辣豆花 吃了会让人伤心的疗粉吃了 88岁的师婆 我做的蛋红糕吃了 甜辣又低 最近带人到酸辣的房子顾问 你priseatan on a hair 这部速だ 我们准备而且还好 以及一个老干多皮 这放大시죠 这这就没有油对 我们刚先粉丝 带人说 自己的进化 我也很虚似 Add 再来一只 hospital 再出头 Whereas 非常 beschäft 再来一枚红色鲜艳的小龙虾 哇塞 蘸点小蘸料 先来抱个头 哇真筋道 再一口 筋道到摔棒子都嚼不过来了 打打的鸭头 鸭子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鸭鸭呢 至少不用想味道 香的嘞 仅此一只的小龙虾 哎呀 做做不也挺好 中午饭来喽 这可不就给我安排好了 个小虾还不简单嘛 来一只此鱼非比鱼 再来一个超软糯的企鹅棉花糖 还是虾比较鲜甜 铁鱼蛋糕来了 直接变成了五股鱼都不用剃刺 来一口鱼尾 这个鱼吃的我把大海的颜色都吃了 来 超级可爱的小企鹅 软软糯糯的 晚上这个打染一看都是我喜欢的 先来一枚海豚糖 再来一只螃蟹 早上吃章鱼 晚上吃鱿鱼 鱼 海盐味的 酸酸甜甜真好吃 这还是个母螃蟹 这么多黄 开出来了这么多黄还是很不错的 真鲜香啊 大鱿鱼的使命就是让我一口干掉的 我就好这口 就跟吃软软的脆骨一样 太过瘾了 接受粉丝挑战的一天 贵子姐 你能挑战吃一天彩色表情猫的食物吗 挑战成功 我就让姐妹们交出手机里彩虹的表情猫 那你们倒是多发点表情猫 可让我好找着吃啊 这早餐这么容易就找到了 但是你发这难不成让我去大马路上吃红绿灯吗 还好有百宝箱 能吃的红绿灯果冻 再来一个颜色鲜艳的酸饼汁 酱酱巧克力花树 看看这还原度可以吧 先来一个红灯果冻 红灯果冻橙子味 果然还是绿灯最流产 早餐吃这个不是太合适了 二凉鸡肉芝士生菜夹心 好香啊 加上这个芝士我真的奶香奶香 送你们四朵小花花吧 果然这能吃的花就是香 这补餐可来之不易 花了我40分钟才找到 不过咱什么时候能安排一餐又好找 全部都能吃的 这小风车对于我来说还是没有难度的 这个丸子串的花样度简直就跟双猫胎一样 彩色盘也难不倒我来了 先把它绢上一串再吃 这每个颜色的味道都不一样 好有嚼劲 这风车一下跟卸了庄的肉眼一样 有点像青团的口感 里面是实声的没有夹心 这个彩色盘其实是个糖果 可以吃的 有点像那种糖浆 这搞不好还能当个盐用呢 好像不太上色 我还是吃吧 甜甜的妈妈口 甜味还挺上色的 甜味还挺上色的 吃吃巧克力的 晚上这个是难度最低的 怎么谢谢你了 咱这小的都不合胃口 这就来个大的 彩虹来了 还别说这汉堡真的挺彩的 这糖甜是甜 大是大 那牙口也是真的 酸酸甜甜水果味 喝我一嘴糖啊 还是甜的吃有味 心心念念的彩虹蛋糕 这个颜值真的是绝了 这奶油还是酸酸甜甜的 好吃好吃 这样可不就是我最期待的了吗 一层就是一层牛肉 这彩色的表现帽子 我一个比一个有食欲 你很感觉每次真的一点